接着带您看到港区福人社长期投入公益合作 趁着农历春节前走访关怀台湾世界掌握会 花莲中心服务的弱势家庭 号召设有支持掌握会花莲额少安全维护方案 协助弱势的家庭改善居家的环境 期盼让孩子能有遮风避雨的住家 安心温暖过好年 一家七口住在年久失修的屋檐下 窗户大门毁损 屋顶更有一处无遮蔽 当外面下大雨 屋内也同时下着小雨 这几天冷气团报道 待在家中依旧吹着冷风 港区福人社长期投入公益合作 趁着农历春节前 号召社友们支持展望会花莲额少安全维护方案 走访关怀台湾世界展望会花莲中心服务的弱势家庭 执帮协助弱势家庭改善居家环境 现在目前是我有三个小孩 然后大女儿是国三 然后二女儿是小三 然后第三个儿子是幼稚园中班这样子 目前我们居住是在公共提供的房间 我们现在是五个人就睡在房间里 所以我们是真的需要说 因为小孩子长大了 我们是真的想说 就跟展望会老师去提这个事情说 可不可以有帮忙到这个地方 目前的话房子已经有帮我们做很棒的一个隔间 窗户门都有 现在即将可以入住了 所以我真的很感谢各方的这些帮忙 我也常跟小孩子讲说 我们现在得到别人的帮助 到长大之后能够有能力 能够回馈社会的时候 也能够将我们的能力奉献出去 以前是只有金钱的支柱 那这一次除了金钱的支柱之外 那所有的社友也花了很多的能力 和时间来投入这个案家 所以非常感谢 我们这样的一个互动的模式 刚好也符合了我们 福伦社在3490地区今年 互为贵人创造希望的这个理念 那也能够透过我们的行为 来充分的落实 也希望之后还有机会 来跟市长会继续配 非常感谢福伦社的社友们 除了原本承诺的捐款之外 在修缮过程当中 也发现因为物矿老旧的关系 所以社友们呢 不只除了原本承诺的部分之外 他们还额外的出钱出力 那希望能够把案家的居家环境 修缠到更好 让他们是成为一个更适合的居住 让孩子们可以在一个 安全跟健康的环境当中成长 这次施工除了修复坏损的窗户大门 也补偿试做漏水处 原本屋内没有隔间 这次将空间隔出一个房间 希望让进入青春期的小平姐妹 有独立房间休息 港区福伦社表示 感谢社友力挺 让有困难的家庭不再受寒哀动 为社会做一点事 希望抛砖引玉 将港区福人社的爱心传递下去 市场会也持续号召民众 响应红包传爱的爱心活动 记者蒋邦夜大华联报导